朋友们大家好,我沙都 我现在贵州前南的都云市 今天路过这里有一个山木湖景区 而且有很多游乐项目 尤其是建在山上的大地之首 带大家看一看 下面就是都云的山木湖中央公园了 今天的天气也是阴天 不过云雾缭绕的 处在山谷之中也非常的有意境 前面就是山木湖景区的入园门口了 大家看一下大地之首就在山顶上 非常的显眼 它是悬空的玻璃桥 对面是景区的环湖小火车 就是绕着山木湖一圈 它的价格是30块钱一个人 山木湖旅游区主要是以 大地之首玻璃栈桥亮点为主 位于贵州上浅南部一族苗子自治州 都云经济开发区的核心位置 景区占地是有80万平方米 据说还是贵州第一个纯游玩的山地景区 前期的投入就有5亿多 形成了一轴一环 五区九景是一个集生态文化 体业娱乐健身 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 景区内还有霍比特人小屋 飞天魔毯关湖战道美食街 蝶水瀑布临海飞锁 大地之首恐龙骨 爱丽丝仙境 鸟翼广场神龙土猪 神龙土猪现在没有水流 高山滑道 悬崖秋千 松鼠部落 比特兔家园树冠狼桥 七彩汗血滑道 萌宠剧场 樱花鼓 等等 我现在已经进入景区了 走在关湖走廊上 这一块好漂亮呀 被称之为爱情之路 全部吊满了花朵 但这个花是假花 看着好看嘛 它的门票分为两种 一种是100块钱的 一种是190的 190的是通票 就是里面所有的游乐项目 都可以体验的 现在还是一个优惠价格呢 这是一条上山的彩虹路呀 还有一个大大的爱心 也是寓意着爱情的 美好嘛 继续往上爬 目前的海拔高度啊 是有1000米 这里还看到了童心锁 寓意着爱情美满幸福 永结童心 登上前面的朝圣门 就可以到山顶的大地之首了 走朝圣之路 拜大地之首 这个阶梯稍微有点陡啊 也可以花一点钱 坐旁边的飞天魔毯 一下就上去了 等会我们直接体验飞天魔毯 它这里的旅游厕所都比较新奇吧 是一个大大的木头 现在准备做飞天魔毯 我这个要穿下鞋套 原来是倒挂上去的 好玩吗 我现在坐上来了 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周边的一些景色呢 下面就是山木湖了 看看前面的道远方旅行老师 哎 发生好 好玩吗 好啊 好玩 坐在这里屁股有一种被按摩的感觉 因为它下面啊是滑轮 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是咱们做的那个扶梯一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怎么上来的 要蹲起来 提前要蹲下 这就有点像是视频倒放动的一样 我们平时做的扶梯反方向的 习惯不 对吧 反方向的不好提啊 对啊 你要提前蹲起来 这里就是打地之手玻璃栈道了 继续往上走 上去看一看 这背后呢 就是深山峡谷 云雾缭绕的 中间还有一片面积的住宅区呢 建的都是统一的风格 看一看 四层 上来之后还有一棵许愿树呢 但这棵许愿树啊 也是人工造的 咱们现在就上去走一圈 体验一下 这是玻璃的 通透性也非常好 但是上面水子比较大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滑倒了 但这种玻璃呢 它都是防滑的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下面 山木湖中央公园的整体了 非常漂亮 而且周边都是纤雾缭绕 大山环抱呀 今天这个天气啊 别有韵味 很有意境的感觉 这一只手呢 是这个造型 拖着的 这一根大拇指啊 就比两三个人还要大 女孩子走在上面 也不必太过担心 看一下距离地面的高度 哇 应该是四五十米吧 不是特别的高啊 玻璃栈道 我之前是走过的 但像这种大地之后 我是第一次走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体验过呢 这一只手呢 就是这种造型啊 哇 能不能摸到 哇 这什么 好像是水泥的呀 不是空心的 实心的 像是被困在五指山一样 好大呀 真是水泥的 这样就结实一点 中间有点观景台 对面就是玻璃栈桥了 一般我们走的玻璃栈桥 就是对面那种玻璃栈桥 也类似于长江之上的旋锁桥 从这里下去啊 就可以到对面的玻璃栈桥了 可以选择走路过去 也可以乘坐空中滑锁 在中间有三条线 大家看到了吧 如果你买的是通票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体验的 这阶梯还是有点陡的 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手拉着扶手 这里还有一个恐龙谷呢 门口两个恐龙的雕塑 其实就是恐龙的雕塑 分布在两边 霸王龙 小时候最爱看了 蓝猫淘气三千万 有朋友看过吗 这是跳龙 吓我一跳 这好像是声控的 我以为是不会叫的呢 这是化石啊 又来了 窃蛋龙 手里还拿着个蛋呢 这是双罐龙 这还有一个树精呢 做的挺像的 也比较卡通啊 这也是霸王龙啊 小朋友还可以坐在上面 这有三颗恐龙蛋 啊 这里是童话谷 这里面还有孔雀呢 有人不会玩 你知道吗 到期他就会敲 孔雀是怎么叫的 孔雀怎么叫的 你看到没 刚才那个鸡在叫 他要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开屏呢 你要跟他比漂亮 哦 你说你比他帅比他漂亮 谁穿的橙色的衣服 芝麻开屏芝麻开屏 菠萝菠萝蜜 快点开屏吧 你看你看 把那个叫的差点要开屏 这叫 加油了 一二三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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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叫 我不会叫啊 呵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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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